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一過十六個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鄧欣明 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到 郭民黨提名總統參選林浩宇宜 日前來到中華時 特別占對中華官的各種建設拿出看法 以及在訪問時表示 民進黨之前的中央政府 對中華官民無公平 直到是通知分配看特別之外 很多重大建設也都卡住了 這次他參選總統 未來中華官的問題 他都會專力支持 郭民黨總統提名林浩宇宜 他才是本台專訪 占對中華官的發展 拿出他的看法 就像選舉到 有人說中華贏台灣就贏 但是他認為民進黨之前的中央政府 沒有支持郭民黨之前的中華官 就像很多大建設 都嘗試讓中央卡住的證明 看到台灣的發展 在章話來說 王縣長腳踏實地 有夠認真有夠怕病 但是 中央給他的資源跟力道 確實跟其他縣市比較起來差太多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二林精密產業園區 說半部在二階環坪 要卡在那裡 你光這個行政修理可以給他幫忙嘛 另外台中的捷運 要從台中發展到彰化 這叫捷運你情急要改 好爐要趕快給他省電嘛 然後你的都市計畫呢 東區的都市計畫 你住了沒有 郝有儀也表示 中央館是台灣第一大館 但是分配到的資源 居是台灣為後面算來的關係 另外中央館是第二大館 資源是用中央館的 所以收居是中央提起 實在是沒有公平 你給他的差額最少 可以講全台灣道主 每人平均的統籌分配稅款 這一萬空五百 你要叫做什麼事情 錢也沒有 行政效率也沒給他幫忙 民進黨政府你有沒有拿出來 還有 彰化的綠電 離岸風電做最多 你的回饋機制 有沒有給彰化照過吧 欸 中央館民也不要問你 你民進黨 綠色發電 綠營發財 發到財 你有沒有回饋給彰化 也沒有給他這麼大的支持力量 太多的聲音 所以 不是彰化贏民進黨贏 要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 以民進黨對彰化泄民這個態度 我講這類一句話 彰化贏 台灣贏 人民贏 絕對不是民進黨贏 總統選舉到路 好由他也標示 他跟彰化拜訪 聽到很多地方的聲音 他都聽到 希望未來有機會 可以幫助彰化館的建設 帶動彰化館的發展 要找一個做事務實踏實 我有餘做四十三年 我既然說不定我出來 什麼問題在哪裡 我常來 為民進黨 打國的我都會跟他一起打 所以你們放心 你看我來跟彰化 彰化和我反應一整個問題 我也會做得到 我一來做總統 我會常常下鄉 傾聽盈利 幫大家解決問題 我不是水過的 沒有分的 所以我要繼續打拼 彰化館大發展 彰化館一百二十萬 可以講是一個整 我們整直轄式的民口所 我們要彰化 人口可以去 人民可以回來 總統選舉越來越接近 國民黨總統 提名林侯優儀 接受本台專訪 卻對台灣第一大關 彰化館 提出他的各種看法 他認為民進黨這件 對彰化館並不公平 這種情形應該改變 他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做回來幫助彰化館 新中華新聞 北邊的彰化 彩虹博德